您好 欢迎收看领航者 我是廖芳姐 台湾有很多隐形冠军 不但支撑台湾的经济 也是外销市场的重要支柱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台湾糕饼的馅料大王 有超过500家的厂商 用他们家的馅料 除了国内一些传统的饭店 百年老店 还有许多来自日本 香港 新加坡的订单 今天我们很高兴 欢迎总议食品董事长周子良 也是中华民国高炳商业 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 欢迎周董事长 主持人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现在我们说后疫情时代了 但是又有乌俄战争 所以通膨的压力 对大家来说都很重 那尤其对 我们虽然说人以食为天 但是像甜点 高炳类的东西 可能会被放在主食后面 那它现在又涨价了 因为国际原物料不停地涨 那对食品业者 尤其是烘焙高炳业者来说 这真的是挑战非常严峻 所以我们想请教周董事长 以您所了解 目前业界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当然这三年来 除了这个COVID-19疫情的影响 还有其他国际因素 低盐关系 那盐污料是长得非常的大 特别是烘焙业 使用最多的无水奶油 奶粉 还有鸡蛋 这些都是烘焙业主要的一些食材 那这个从前年整个物价进口 涨得很厉害 像无水奶油涨了差不多三成 去年涨得很厉害 从一桶油 我们那个四千多块五千多块 涨到六千块 那今年又继续涨 今年又之前涨了三十% 今年又涨了五六% 所以这些物价的上涨 造成烘焙 其实很大的压力 那奶粉也是一样 这个包括包材 现在烘焙有很多伴手里 都要用要包装 包材包装等等 涨了将近两成 这就是很大的压力 业者也是这几年都在苦撑当中 不得已 所以在中南部有一些 比较平价的一些店家 自己的店面 自己的人工压力比较小一点 但是也撑不住了 所以有一部分用这些奶制品 蛋制品比较多 还是有稍微有涨价 这是不得已的 为了生计 那大部分比较中上的 还是大部分自己吸收 局部奶制品比较多的 会唯有涨价 这是不得已 所以目前状况就是 希望说 像去年 我们疫情控制得好 国理有起来 景气失误又恢复起来 大家生意好 好起来 但是又起起伏伏 一直到今年 五月整个真的是冲击非常大 那一直到现在 那我们也是期望说 这个开始开放国门 搬水利业能够 生意能够恢复 所以这些业者很多 在苦争当中 也不敢随便涨 希望先把生意拉起来 接下来再应应成本的关系 滚动室来监讨 真的不长也不行了 这是不得已的 所以这 因为它奉陪很多产品 跟民生的息息相关 除了说每天要吃面包 蛋糕 甜点 旅游买伴手禮 特别国外观光客进来 一定会买台湾的伴手禮 这方面损失非常大 像机场也没有生意 没有光客客 一些观光景点 这些都影响非常大 目前状况是 业者还是在努力 在苦撑当中 但是那像从今年开始 有开放一些国外 国美金开放之后 有没有稍微改变一点 那当然慢慢 政委政策慢慢会开 这个11月8号就开放 慢慢解放 很像我新加坡客 赶快就跑过来台湾了 利用这个开放赶快跑过来 赶快来看台湾的高评 参观等等 所以表示台湾 还是受到国外 很多人的喜欢 慢慢 十二分又继续又开放 观光客慢慢进来 会带动伴手禮 会恢复一些商机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就稍微可以跟这个 所谓原物料涨这件事情 稍微可以让它有一点平衡 不然真的很难撑 对 生意好起来 然后该涨还是要涨 如果生意不好 正常都恐怖下去 涨价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来是体现 包括配合政府的政策 稳定物价 我们来是 就是能够把这个商品 能够正常化 不要一下就涨起来 影响到大家的购买意义 没错 没错 其实烘焙业不但面对 原料高涨的困境 对于如果是 纯手勾的厂商来说 缺工也是一大难题 业者面对这一些的变化 有哪些应对的策略 先来看我们的采访报道 饼皮包裹着凤梨 咸蛋黄 再放进烤箱 15分钟内就能出炉 一刀切下金黄内馅缓缓流出 外宿内转的高饼是店家热销款 光是11月就收到50几张订单 凝结倒数计时 业者踩24小时 单班制赶工制作 但人踩短缺问题严重 就怕有单出不了货 因为现在找不到人 所以手工的你的产量有限 像我们今年中秋 中秋前一个半月 就已经产量全速收完 就算我们想要再多加开 也没有人可以包出那样的量 现在大家业者都在讲说 要自动化机器生产的 然后保存期限能拉长的产品 才是会真正赚钱的 透过自动化设备 有望缓解缺工问题 然而通膨巨瘦同视全球 让整个烘焙产业雪上加霜 除了调整价格 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其他业者也记住因应办法 切开香喷喷面包 可以看到一个个鲜红的洛神花 但其实里面不止如此 我把香蕉打成泥 它可以取代油脂 或是鸡蛋的乳化作用 而加到面团里面去 而我就不用加到 那么多鸡蛋跟牛奶 还有油脂 那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些 我的面包荣耀成本 那一样可以达到 我的面包口感的需求 一样可以好吃Q-Line 从年初到年底 皮活价格变化 让面包师傅相当有感 面粉22公斤500元 上涨到900块 10公斤奶油1500元 如今价格也贵了一倍 透过调整配方 以其他食材取代 涨幅高的大宗原物料 另批蹊径求生存 而明年的景气 是否有望回温 也是业者关心的重点 到一些烘焙的比赛的师傅 出来推广一些产品 或是说常常看到 某些产品最近 某些师傅又出了什么产品 然后把大家的目光 吸引到最新的发表会上 这样反而可以增加 民众消费的情形 协议S做好食安的提升 市民安全的提升 还有教育先生 对于行销的一些 现代化的利用科技 数位行销 还有这个行销的升级 就是我们鼓励S都在做 所以高级工位 也不断的办理一些联系 让业者来参与 让大家能够提升起来 做好准备 能够让疫情过后 能够有再次充斥的机会 的实力 更新设备增强食安和数位行销 让业者提早不许品牌实力 一旦正式进入后疫情时代 消费动门引爆将有望翻转 产业寒冬 我们刚刚看到食品业者 面对缺工料涨的困境 必须透过自动化 调整食材还有配方 甚至要做到数位转型 来力求重整旗鼓 也需要一些新的思维 来改变行销模式等等 我们请教周董 您觉得这几年来 食品业者为了求生存 做出了什么样 比较重要的改变 当然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还有其他因素 大家生意比较不好 所以我是身兼全国高品工理事长 是 我们一直在开会 譬如政府的一些方案 鼓励业者 如果提升他们的产品 以及食品的安全 同时如果把内部的整顿得更好 把管理面 还有机器的一些提升 他们的自动化 这个是我们也在鼓励业者 能够往这方面 把练好兵 准备好 景气好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商机 能够把握住 所以我们包括配合食言手 很多食品安全的一些讲习 还有捷径食材的运用 怎么做好永续经营的一些课程演习 我们都鼓励业者 往这方面去提升 那当然在行销方面也是一样 因为客人不来 我们要利用一些数位转型 还有行销升级 这两个很重要 比如说像疫情大家不出门 我们要利用网络订购 所以如果用网络平台 我们像今年中秋有恢复一些起来了 很多利用主播平台 网络行销 这些生意今年真的也不错 这些必须要具备这些科技的工具 过去我们业者有些这点比较缺少 他们实体店就卖 有多少订单就做多少 好像变得有点就是比较被主导 现在缓主导 自己要准备利用现代化的科技 行销 还有利用一些直播 甚至OMO的一些数位 整合上下线的一些并行 比如说iClay或是乐天虾皮等等 配合把整个商机整个通路能够再扩展 这个我们是鼓励 要往这方面来进行 才不会坐在那边等生意 这样以后整个商机会丧失掉 谢谢董事长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物价涨 但是烘焙业要放弃低价竞争的话 要怎么做出好东西呢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要谈到食品 食安是无可回避的议题 尤其是台湾经历了好几次的食安事件 像是波及到高饼业最严重的 应该是塑化剂事件 然后现在又是全球健康绿能潮流 食品安全就更重要了 那总益做的又是馅料 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 一些百年老店 还有饭店都有供货 刚也有提到 不同国家 这个世界各国 欧归美归也都不一样 距离近的港澳 日本到遥远的美国澳洲市场 全部都有 那要怎么做到 确保食安这件事情 那食品安情还是 现在民众最重视的 也是各国政府最重视的 那以我公司来讲 我们食品安全 在几次的冲击会度过 所以我们就提早有应应 做好准备 像我公司在20年前 就通过ISO HACCP 这些认证 那也经常我们公司 瓶剪 瓶剖部闻 也经常会参加很多研习 还有教育训练 所以这些方面的 这些知识就比较多 像我们做国外的 国外的很多要求 很困难的要求 我们都帮他们能够做到 像怎么样是很困难的要求 不用过期我们要外销嘛 国外的厂商会来公司 来防场 防场就会要求的 真的非常细微 包括那个门要怎么设立 等等要求都非常严格 有点点骨摸就是 那我们一一去克服 所以我们拼保部 就一直配合 所以我们就在十几年前 就具备这个条件 包括延无料的把关 进来的检验 我们都把关了 非常的严格 符合国外的需求 特别是欧规的 欧规的规定 那个依然没有的规定 怎么样 不要超过 这个就是我们具备的 从被凋然 也不要说凋然 被要求 一直严格的要求当中 我们一直去改善 再做到我们十几年 就具备一些食品安全 比较先进的一些概念 所以我们几次的食安时间 我们要安然度过 准备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冲击会相对比较小一点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食安事件 大家印象很深刻 还是2011年的这个作画季 但是那时候 你有个故事常常讲 有一张5000万的订单 这是20亿对不对 对 然后限料都已经出货给客户了 那那个时候的危机状况是什么 那后来又是怎么度过的 因为反而在那段时间之后 总益的这个营收是上涨的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在2011年5月23日 爆蛙 台湾爆蛙 非常严重的这个树化剂事件 那刚开始是从这个饮料 还有一些药定 还有一些香料 开始查到有这个树化剂 原本我们烘焙 都是现在并没有不在里面 但后来政府就一直查 还有很多下游 一直想要有这个保证 所以最后几乎所有食品 包括烘焙都要拿去检验 检验 那点可以说风生气烈 好像很多东西 怎么都检验出来有树化剂呢 但是并没有添加树化剂 所以我们公司也是一样 一直去查 包括我们国外客户 刚开始他们验我们的东西 是没有不完树化剂的 对我们还是很信赖 所以我们后来是去供应 那当然有一家客户 国外一家客户 大概五月份那时候 已经订单出货 差不多五千万亿 他做出差不多 二十亿的产品出来 包括他还要添加很多 他们的材料 还有售价等等 所以那时候 刚开始是没有这个 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那后来怎么 他们检验出来说有 有微量的树化剂 那我就吓一跳 我公司都开始检查 因为这个糕饼里面 最重要的核心是限量 再检验他们的饼皮 所以我们就一直查 一直查到最后我们公司 包括不相信 原料厂商提供的证明 我们要亲自去检验 包括沙拉油 奶油 甚至器器 手套 可以接触到食品的 每一个环节都查 包括容器等等都拿去检验 检验到最后手套 塑胶手套里面 检验出来它的 那个DIMP的塑化剂最多 因为塑化剂有五种 H1 那个比较重 比较毒 但是DIMP比较不会那么好 毒性比较没那么重 但是也是 也是有 也是有 那我发现 是不是手套的问题 我就开始在测试 我们生产性要不用手套 都机器比较多 后来跟客户一直去问 就知道我们的客户 大部分为了卫生安全 用手套去包柄 是为了卫生安全很重要 不能用手 虽然很重要 结果是因为这样子 而容出塑化剂 后来发现 我们从网络 从欧洲 日本整个资讯去找到 欧美 日本 早十年前就禁用手套 塑料手套来处理食物了 不止高病啊 那我把这个资料 跟我们公司检验的 核对起来 真的是手套问题 但是我公司不用手套 但是业者用手套 开始提供有一种乳胶的 原来有一种乳胶 不会融出塑化剂 让叶子知道说 原来塑胶手套 不能用在食品 那时候帮助叶子 所以说我刚讲 那个大订单以外 帮他们解决 还有国内很多叶子 我开始先导 不要用塑胶手套 去处理包装食物 那时候开始是这样子 包括我也建议政府 上述总统行政院 赶快公布一个数据出来 如果不是因为 有放塑化剂的原料 而是因为容器的问题 手套的问题 产生少量的塑化剂 是不是公布一个数量 能够合格 那时候碰到一些关卡 政府没有马上这样做 包括国外的 他们很快就马上公布一个数据了 所以国外的客户马上解套 20亿的产品全部归卖 那时候台湾很可怜 很多叶子都销毁掉 那不是因为产品里面有塑化剂 有放塑化剂的原料 是因为容器的问题 手套的问题等等 不过那时候那一年真的 201年很惨 很多业者包括健康食品的 包括有家做活塘的 要订的食品烘焙 很多都包卫掉 那一年真的惨细细了 可是大家惨细细 但是那一年对你来说 反而是一个转机 对 后来就用 去了解这个资讯 而自己花 他们300万的检验会 什么工具大的什么都 都一定要去检验 我不相信 那个原料商的证明 自己检验 花钱 就找出塑胶手套 赶快给叶子知道 那时候国外的客户也是这样子 帮他们解决问题 所以那些订单又增加了两成了 因为更信任你 对 更信任我们 我们有这个专业知识 我会帮他们解决问题 更信任我们 所以那年业绩又 这个风暴过了以后 我更成长了 所以不但说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而且也因为你去努力的 去找出问题在哪里 提高了别人对你的信任 因为食品真的 其实是一个信任产业 就是我相信你的食安 我相信你的这个资讯在哪里 这消费者会更敢来购买 也信任很重要 对 所以后来包括 我们从2008年有毒奶粉 对不对 2011年有塑化机 但其实还是蛮辛苦的 2013年有毒淀粉 然后到2015就是这个劣质油的事件 那对烘焙业来说都是受到重创 所以但是像您刚刚讲的 公司反而从一次一次的危机 反而可以站稳脚步 还有除了给消费者信任之外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私房秘诀 可以分享 那当然除了准备好以外 很多专业知识 因为我公司的烟化能力是 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所以每年都会烟化 差不多一两百种的产品出来 因为符合客户想要的 他们想要什么 任何的食材 只要能吃的都用到我们的馅料 所以我们公司把银化当我们的公司 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所以客户除了信赖我们的食品安全 同时相信我们的银化能力 是我们的强项 所以他们要想要什么 我们就可以应募它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不用说花草 就是连可乐都可以当馅料 就是你要有很多的创意 也要很能接受 所以那个银化必须要具备很多分析力 逻辑力 什么搭配 才能够符合味道能够呈现出来 那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公司教育系内 银化人员甚至有 有并且国外的 还有公司内部的 定期都会开会来检讨 跟客户一起演 刚开始我们都跟客户一起研究 慢慢越来客户越相信我们 只要email来 是电话来 要什么我们就帮它做出来 所以我们内部先试 试好同时做成成品 不只先要做成成品来试 看这个最终产品 这个口味如何 再给业者来继续再测试 所以这个搭配就非常的密切 所以这一点也是客户相信 我们有研发能力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所在 不过自己准备好 大环境还是会出现一些 突发事件 然后也会牵动产业未来的兴衰 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 这些事件之外 最近当然就是这三年来 2019年新冠病毒爆发 那烘焙业者 餐厅业者 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因为少了外出的人潮 很多商家真的经营不下去 但是这就带起了 外送餐饮业的发展 国外还流行起了 所谓的黑厨房 那这样一个餐饮的服务模式 名字听起来是很可怕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 设在郊区的办公室 然后一个场域 隔出了很多间的小厨房 出租给餐厅业者 专门做一些外送的生意 当然这位卖吃的小商家 省下了大笔花费 也创造了另一种 新兴的商业形态 一起来看 开放式厨房餐厅 已经不够看了 现在国外最赚钱的 是你连Google 可能都搜不到 餐厅地址的黑厨房 一道又一道美味料理 都从这个不汉顾客接触 直接外送单的厨房而来 他们被称作黑厨房 又叫鬼厨房 人们知道 当他们在这边的食物 是从这边的食物 是从黑厨房吗 我认为他们会 因为 为什么 我其实不知道 可能他们没有 你正确 可能他们没有 黑厨房宁是窜头 好多实体餐厅 却敌不过大环境试炼 英国名厨 杰米奥利弗开的餐厅 在2019年 25间收了22间宣告破产 他把自己餐饮帝国的 毁灭原因之一 归咎于外送服务业的 大举崛起 疫情加速了 线上食物外送产业发展 2022年市场规模 7700亿美元 预计到了2024年 将会突破1兆美元 这个是餐厅的 第三个部份预计 是被剩下的 黑厨房 黑厨房 什么也认为 你没有关注 你每月付费 你不用担心 资金 我们不用担心 整个餐厅 我们可以去市场 我们可以测试水 并没有很大的投资 对于新创餐饮业者来说 这是一个风险相对低的 开业模式 但现在一些大连锁品牌 白眼 买单 黑厨房 决定不开实体店面了 这双方的双方 是让你试试 在Uber Eats 他们给我们很多资料 和资料 我们需要去哪些地方 哪些东西 很高预计 比较我们以前的 市场的费用 比较少了 我们可以试试 这种概念 并给我们一个很快 和实际的路程 伦敦一家提供黑厨房服务的姐妹花 当初就是因为自己找不到 价格清明 又可以料理食物的空间 因此决定开设黑厨房造福同业 第一轮筹资预计获得300万英镑 却意外筹到了2亿5000多万英镑 这块市场大饼越做越大 有更多悦者也加入提供黑厨房的行列 在教区设置顾客看不到产地的黑厨房 虽然有些民众表示先许担忧 但这项服务在最根本的 以前来讲是最经济实惠的做法 也是国外目前兴盛的餐饮新形态 这股黑厨房风潮 会不会吹到台湾 造成国内餐饮业的变革 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我们看到国外兴起黑厨房 就是直接外送单 但是其实台湾现在也有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我没有一个尸体店面 但是是一个中央厨房的餐厅 那这样子的主流 一年的观察 台湾的餐厅或是高饼业 也有没有迈向这样的趋势 那餐厅这个趋势一直在扩展当中 像很多现在也没有店面 就是靠外送 民众因为不出去 对 为了安全就在家里等食物进来 那后面比较 也是一个温度的行业 那网路 因为后面有一些东西 外送可能有时效的问题 有一部分是可以订过 可以等候的 那是没关系 所以在网路 这个平台是非常重要 那伴手的也是一样 像现在有一些 要先订过 哪一天再给你出货 对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 一来越多了 当然现在 民众还是喜欢说能够 线上线下一起并行 他们要实体去看到东西 以后面来讲 跟餐厅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如果有实体店 然后又有网路商店 连接起来 也是民众最喜欢的 先来去体验 然后 口味很喜欢我再下订 所以有些去参观一下 在店面不买 它就误下订的 这个我也常做 这方面越来越不变 所以后面也是一样 这方面不得不做的 所以数位的转型 行销 升级等等 这不做的话都会被淘汰了 像现在很多那些 透过微电影 或是主播平台 订单特别多 我调查了几家 他们这个生意也特别好 所以如果没有跟上 这样子的趋势的话 比较传统的高品店 很有可能就会被淘汰 对 除外不断地创新 行销的创新 还有产品的创新 还有内部的程序的创新 机制等等都关系 不是只有卖东西就好 内部的管理 机制各方面 能够把缺失点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这才能生存 还有才能够继续成长 创新是必定要走的路 产品的创新 还有产品的升级 不做的话都会被淘汰 行销是一样 行销里面跟创新也有关系 包括鸡油美鞋 看到这个东西就想要吃 买不到 就是买不到 这个都是必须去面对 业者必须要去面对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不过我看到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现在很多人 他已经 之前我们也听过一句话 就是零售业 会被蚂蚁踩死大象的概念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过去的是一些传统店面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是 自己在自己店里 自己在自己家里 他就可以做了 因为自己家里厨房也可以做 然后我只要自己 懂一些网路行销 我可能就也当做是一种创业 那这样子的状况 您这种潮流跟现象 您又怎么看 那这种情况要看 如果是DIY那OK吗 像疫情时期都不出门 对 在家里显得无聊 来做一些糕点 对 像我公司研发蛋糕糊 蛋糕糊就是很方便 不要寄到家里 他们打一打 马上就可以烘烤了 就不用自己又调面粉又加水 不用调面粉 不用凉这些 不用打蛋 不用打蛋 什么都不用 那我们方便就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 气泡蛋糕 这是用这个潮流的需求 是 就像我之前曾经有在网路上 因为这两年冬天的时候肉桂卷很红 然后就发现有人就是只是 他可能在网路上po了几张自己的照片 然后说他肉桂卷做得很好吃 生意非常好 也是真的我要点下个月 甚至下下个月才有时间买 然后自己上门去领 可是像这样子 您觉得像这样子 他有没有一些隐忧 或者他的优势是什么 这样子的贩卖方式 那当然有些个体的这些 如果能够纳入整个食品的安全 因为如果说个体在卖 有些做不做真的 他自己会很多来订购他的产品 对 但是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税的问题 有没有开发票 这是我们业者一直提出来 网路有一些工作室 是不是抢了我们正常营业的这些生意 所以这个我们都还应给政府单位 如果这些工作室能纳入 营业的申请执照 把食品案件把关得好 那当然他们也是他们有竞争力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竞争力就比较差一点 会抢到正常营业的这些生意 所以这些虽然很多 但是少量的还要 多的话还是我们鼓励 这些个体会能够纳入正常的营业范围 这样才能真的做到 才能真的能够合华来运作 才能永续经营 因为想到永续经营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的品牌 要怎么做起来 那要品牌你就想要特色商品 你才可以跟别人不一样 可以这样一直做下去 那像您刚刚也讲到 现在这种亲身体验也很重要 因为我不一定要到实体店面去买 当然您也讲到线上线下 合在一起更好 但是如果大家都只想DIY 或是都只买个体户的话 就一定会影响到传统蛋糕店的经营 可是这要怎么应对 除了希望政府的政策 把他们纳入管理之外 那当然这方面就是 因为很多意思都会反映 给我们公会 我们公会也反映给政府 从大概两三四年前就开始 我们一直反映 那政府有在重视这一块 针对那些没有纳入管理的这些 因为食品而且很重要 但没有参加讲习 没有执照就在线上开店 这是一个漏洞 食品而且是一个漏洞 所以我相信未来这块 政府跟这个要开店的人 要是要开线上的人 应该还是要照营业的 这个正规的方式来进行 这样还是比较好 才会比较完善 对 但其实说你要说淘汰 可能是一瞬间的事 但是其实整个市场还是很大 像国内的烘焙业的产业 年产值有600亿 那如果是甜点相关的 还是超过了150亿 只是我们刚刚讲了 过去那么多这个食安的问题 那这三年是疫情 那这个疫情寒冬 总疫也还是这样撑过来了 董事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带着什么样的新年车 用什么方法撑的 那烘焙业一般 在数据上差不多600亿 因为整个包括中南部 很多围形的 加起来其实将近上千亿 有些围形的 有些小型的不用花票 用收集那些 整个加起来上千亿 也是规模蛮大的 那甜点也是一部分 半收礼 那当然半收礼金 这几年机场也不好 观光工厂也不好 景点也不好 这些是面临的 那以我公司来讲 那因为客户生意不好 就冲击到我公司 所以其实这两三年 我们公司也受到冲击 冲击非常大 所以现在还好 我有外销支撑 第一年 疫情的第一年 千年外销也不好 国内也不好 不过从七年开始 外销有起来 所以还是要分散市场 不能只靠 把气氧放在同一个篮子 不确 那我公司又以 食品安全地做得好 跟客户配合得好 所以这两年 受到将近两成的冲击 有些可能不止 下滑两成 我公司来讲 差不多一成八至两成 今年慢慢有起来 那我现在慢慢恢复心心 国外买水也一直增加订单 相信明年会更好 包括我们的业者 如果观光客户开放 机场生意又好起来 我们的客户生意又好起来 一些光景也好起来 我的客户生意好起来 相对的我公司的限量 也会订单会越多 就是相关联性的 而且在这么紧张的时刻 在疫情期间 你对食安的要求还是不变 而且所有的法官又都更严谨 其实刚刚董事长有说 其实连员工外出 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疫情来 大家很紧张 大家都会配合 是 不过现在慢慢 大概以疫共存了 慢慢松一点 那我们公司讲 一开始严格到什么程度 那说足迹 譬如政府政策 还有公司更严格的政策 足迹都要登记 有没有去医院 有没有出国 有没有跟一些 国外亲友回来 有接触 刚开始我们是最严格的 包括我们生产线 那一栋大楼 外人都不能进去 生产线不开放参观 这些我们都 如果发生有一些 员工的侵留 有确识了 就枪刺员工就休息两个礼拜 刚开始是非常严格 但员工都很乐意配合 很乐意配合 我们薪水来照顾 安晴还是排第一 一些风险观点 我们光是做得非常好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是 不过我们刚刚董事长有谈到 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我们要走向国际 那走向国际该怎么做呢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过去一段时间地缘政治紧张升高 所以中国对台湾产业提出了很多规范限制 包括了临时宣布暂停一些台湾的产品进口 那台湾食品出口中国的年增率呢 跟去年同期相比也下滑了大约6% 我们请教董事长 其实总益过去也曾经投入中国市场 那后来就撤出了 撤出之后又有更大的海外市场 您当时是怎么布局的 那在1992年我就在大陆去投资 那去投资就跟地方都要有一些交流 那在厦门 那时候开始要设厂 发现刚开始的时候资金要进去很容易 请到国际嘛 那后来发现 好像经常每天又是跟他们要交集应酬 非常烈 那时候我们是合我的 几个股东嘛 那有些股东就觉得 我待在那边好像 回到过去台湾 经济正在发展那个时段 要喝酒 要应酬 那蛮烈的 那我过去也是一样 经常要交集应酬 关系要打好 那后来 我跟 要去当总经的另外一位 这个火火轮 他也不太想待下去了 后来我们就撤退 因为我过去大陆正在开花 那段时间很多 包括生活习项 道德 城市 还比较不成熟不进步的时候 对我来讲 像我很喜欢的 后来就撤退了 撤退以后就台湾开始建立新厂 就规划整个新厂的 所谓就新厂盖 引进德国 日本 台湾也比较先进的这些机器设备 还有符合这个GMP 整个生产线 来设立好用 我一样可以外销 我就不靠大陆的市场 但是我也可以外销到大陆 所以我到东南亚 美国 欧洲 澳洲 都有市场 只要把工厂提升设备提升起来 把技术提升 通路再多元化 所以那时候就站得住脚 就希望没有放在大陆 所以市场就一直扩大起来 所以国外客户会来参观 到我公司 前台湾参观完 到我公司参观完 订单就下载我公司 那时候我们站在一个 生产设备 技术 盐化 站在一个有利的点 包括食品的安全 所以客户非常喜欢 我们公司 就显定我们公司了 不过客户喜欢的一个点 当然很重要的 还是馅料本身好不好吃 所以刚刚董事长 我跟我们提过 每年都要重新研发 上百种的馅料 可是随着时代在演进 大家喜欢的口味可能不一样 然后每个国家喜欢的口味 也不一样 所以董事长是不是要像 神农长百草 就自己要常常吃 很多不同的馅料的口味 对 就是我们馅料 盐化出来要试吃 包括我们除了馅料 我们要做成成品 再来试吃 只是测试馅料还是不准 所以我们一开盐化会议 公司主管 盐化相关论 要吃很多的糕饼 这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 其实我们到日本 也是买回来很多日式的一些糕点 到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去参观都买很多回来 跟公司的比较 了解国外的口味 知道自己的口味 强项在那里 优势劣势在那里 都要做比较 所以有时候开一个演统会议 吃的真的是非常的 不要说痛苦 真的是很难过 但是这个是专业上 必须要去面对的 但是我们 你像我都会吃 一生菌 优肉炉来搭配 甚至我们四次产品 有一些结窍 不一定什么都吞进去 尝个味道 尝个舌尖的感觉 活运的感觉 感觉出来 是不一定全部都吞进去 专业 这叫专业的一些技巧 是 而且除了市场上一些 比较大的点之外 是不是一些新的 像一些新创的这些糕点 你也都会去买来试吗 都会 现在最红的 还有您刚刚提到 那种饥饿行销 我根本买不到的 你也会想办法买到来试试看 对 这个我们 吃盐都会想办法买回来给我试 试起来各家还是不同 有些产品真的是 产品导向最好吃的 有些是行销导向 有些是机油行销 买不到 引起大家的一个 购买欲 购买欲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都要比较 那我公司还是比较最重产品 产品还有技术 所以每人研发任何产品 做种产品 还有技术转移给我们的业者 让我们的客户再去 依据他们想要的特色 做出他们 自己本身的特色出来 所以同一个权料 每一家做出来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是各家要表现 他们自己的特色 这是必然的 好 谢谢董事长 休息一下 等一下董事长 再跟我们分享 他的成功战略 董事长从创业一路走来的历程 其实是很励志很传奇的 因为本来他不是走食品业 他是一位五金行的业务 请周董 可不可以跟年轻人分享一下 您成功的秘诀 或者是您是带着什么信念 可以做到这么成功的 那以前在年轻的时候 是在五金郎 然后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朋友说要来台中 来做这个馅料 那我是文外行 文外行嘛 这些对这个不了解 但是既然要从事一个行业 我们就要去专心 所以那是很专心 就在这个行业好地从事自己 那在整个创业过程 当然碰到很多困难 那我不断地从事经营 我的事业 同时不断地进修 上课来从事自己 除了专业 还有人际关系 还有行销关系 等等都要去设取 而且我在网路上看到您还有论文 还有在念书 继续在进修这个部分 对 我除了说 学一些专业的 那我也去学校念书 除了在东海大学 练GMP的一些经营的策略 还有张 刚毕业没有多少 张四大 硕士班刚毕业 现在正在研读那个博士班 活大老 学大老 所以在人生创业过程 还是不断地在学习 是因为到美国去进修 到新加坡去进修 不断地不会停止学习 因为学习很重要 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 不断地学习 也是成功的一个方法 那从事事业 或是任何行业都是一样 都会碰到困难 所以对自己来讲 碰到困难 变成一个自然的现象 如果没有困难 就没有什么成就感 如果不管从事业 或是人生当中 都那么顺 就感觉没有什么味道 没什么趣味 所以在我人生意义当中 我把它当作碰到困难 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就像打篮球一样 如果没有对手 一个人在玩 好像很无聊 不要碰到困难 我现在还是有困难 困难如果去解决 如果去处理 如果去挑战 就过去了 然后有那个成就感 把处理 就说要过一个彩色的人生 而且我记录的 整个记忆 甜酸苦辣都长够的人 才知道这种味道是什么 好 而这是我不断去 我去面临的 而且不断去挑战的 一个人生历史 是 当然谢谢周董事长 今天的分享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领航者 我是廖方杰 谢谢